二战劳工一往事 如果日本不投降 我们全部都会累死的日本 1944至1945年 日本北海道三陵每杯煤矿里的醉与恶 今天老兵来介绍幸存 劳工随殿中的故事随殿中 是河北省秦皇导师人 1944年8月的一天晚上 几个日本人到他家去敲门在睡梦中 被叫醒的随殿中 以为是中国军人路过就从床上爬了起来 只穿着一条大短裤 就去开门谁之一开门 发现来的是头戴钢盔的日本兵 随殿中先被绑到日军的一处炮楼里 几经辗转以后 到了天津堂姑的中国劳工集中 迎在那里开始了地狱般的经历 对于唐姑集中营的生活老兵 以前介绍过在那里的死亡率远远高过劳工们 到了日本以后劳工的死亡原因 有的是被打死的 有的是病死的 但大多都是闹立即死的随殿中 说劳工们集体住在一个木屋里 平时没有活动是根本不能出房间的大小便 都要在房间里解决一面屋子里的 一头放着一个大缸就是给劳工方便用的 但就算是在屋子里接手也需要向看守打报告 否则就要挨打晚上睡觉时 要躺着报告而且不能动得到 允许了才能去 如果不允许就算怎么挤也不能动 甚至是翻个身解药奶打随 店中还亲眼见过日后打死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因为起身去接手 没有向日本看守打报告 然后那个日本人也不说 不问悄悄走了过去 抡起手中的棒子就打 硬是把那个人给活活打死了在堂 估死去的人很多每天都有十多个在那里生病 就是死路一条日本人就会直直接把病号拽到外面去 不让在屋里待着等死了以后 就直接扔进海里熬过了集中营的磨练 隋殿中和另外三百个多中国人 被带到了一艘运煤船上 一起拉到了日本他们队 后被送到了北海的大河辽的三名煤给煤矿里 在那里这一批劳工待了一年多 干活干了一年日本投降后 又待了三个月 才回到祖国劳工们 在北海到一年四 既每人只有一条毯子 没有被子 也没有屋子那里 夏天经常下雨 冬天总是下雪 屋里很潮湿地面上 就没有干过 但是劳工们不管冬天还是夏天 只能盖一条毯子 更加不好过的是 劳工们睡觉 没有被子盖白天工作 也没有衣服穿他们纸 有一套衣服穿了一年 早就换了随电中 说衣服没有换的时候 他们也不能洗衣服 因为根本没有衣服可以换 所以大多劳工 在日本待了一年身上 穿的衣服从来就没有洗过 所以不管身上脏臭 还是冬天的寒冷 对于这些中国人来说 只能硬行挺不顾就 得死随电中说 他待在那个队里 就死了十八个人 除了一个夜里逃跑 被抓回去活 活打死的大多数都是病死的随电中 印象最深的 是他们一个屋里有三个人生 老服总并不会走路 只能坐在地上 没有多久就全死了 回忆那段往事